回顾经典比赛,感受拳坛的魅力,欢迎收看新风搏击,说到笑吕之王,非拳王泰森莫属 在拳击领域中,泰森的击倒率是十分惊人的 在泰森出灯擂台的前15场比赛中,总共只用时45分28秒 在他职业生涯中,有11场比赛是在一分钟之内解决战斗 我们今天回顾一场泰森对阵萨米的比赛 当时19岁的泰森非常年轻,赛前表现出了同龄人,不具有的淡定与沉稳 内心毫无波动,甚至还在心底来了一段freestyle 身高只有一米七八的麦克泰森,比赛一开始就主动向身高近两米的萨米发起进攻 此时的情形就像一辆坦克在平推一头大象一样 灵活的躲闪,加精准的重拳进攻 对手萨米没多久就被打得摇摇晃晃,嘴巴跟鼻子被打得泛红 脑瓜子嗡嗡的萨米开始战术缠暴 泰森随后把对手逼到死角,又是躲闪后的重拳反击 随后的情形就像车祸现场一样惨烈 萨米就像被车撞了似的,直接趴倒在壁 就这样,首回合都没打完,泰森就快速拿下比赛 当时有这么一个笑话 看泰森的比赛,千万不要上厕所,走神,甚至喝可乐 没准你稍不留神,比赛就结束了 我是阿良,我们下期再见,点赞吧